Joy想問我 為什麼380%今天跌這麼多 多少錢會是支持位 我們看到有些大行出來暢談 跌2% 其實也不是很多 我想可能已經等了 但是就一定不會強 這陣子我想一定會難強一點 因為這樣說 一來我想港加索 當然你說 長線或者從業務面來講 是有不同的一些憧憬或者催化在那裡 譬如過去又做了很多新的產品 譬如A股指導期貨 很多什麼什麼什麼通 很多不同的產品 其實我同意 如果長線來說 對它的盈利收入是會有一個好處 但是這些是比較長線一些 不是短期立刻會看到的東西 而過去經常說的 比如一些大型IPO來香港上 這個對IPO收入有幫助 這個也對的 但是也是比較偏向長線一些 所以你說長線 所以港加索的盈利前景不是很淡的 但是問題就是短期的走勢 就會真的很跟著 當前這刻市況的氣氛 以及當前市況的成交 這個是最關鍵的 所以你看到近期的市政 正如剛才開手說的 就是過去這一個星期 都由高位匯分下來不少 這個氣氛上明顯有些衝擊 而以來的成交也一樣 其實近期也不算特別強 對比起之前早期可能是旺的時間來計算 所以這兩樣比較短期 影響著它的股價因素 或者短期影響著個別貴到盈利的因素來計算 其實就一定令港加索的股價會是差一點的 所以我想現階段來說 就未必有太大的一個上升空間 連帶來的走勢 對,其實近期跌下跌穿了所有的平均線 我覺得如果down不到455 起這些位置在樓上的位置 其實慢慢試下去 之前兩次挨近403邊 其實真的不奇 所以我想現階段來說 當然在白鮮上不是非常之淡 但你說這些位置博 純粹把短線打炒下來計算 其實就是沒有甚麼直博空間 嗯,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